让季大使补充 相对于刚刚赖委员解读的 这一份弱弱的国防报告书 那对照强烈的是 这个王沪宁 还有大陆的各阶层的 这个主持者 越来越强硬的谈话的同时 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 这个很多民众也感到 非常的震撼 这个山东号航母 9月11号 在台湾俄网比东方60海里 这是解放军的航母 距离台湾最近的一次 大家知道 没有最近只有更近 未来会不会更近呢 然后就变成55海里呢 然后它朝东航行 进入了西太平洋的航讯 那国防部这是9月11号 昨天那今天呢 国防部又公布了 昨天早上6点 到今天早上6点12个小时 共计22架次 越中线已经不稀奇了 对不对 还有延伸线进到了西南空域 13架次 然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看到每一次来 国防部每次公布消息 好像都有一个怎么讲 有一个新的突破 都有个新的突破 这是第一次 又是个第一次 共建来了20艘 20艘 这个也是史上最多的一次 那来这么多干嘛 军方人士认为 这是要跟山东号航母 汇合进行海上的编组演训 这么近的编组演训 台湾有史以来 首次争获最多的共建 所以大家看到这张板子上面有很多的讯息 从侯友宜 柯文哲要不要合 要不要下架赖清德 到赖清德丢出的一些政策 不管他的政策如何炸翻自己民进党 但民调还是稳稳的第一名 再到我们的国防部这个节骨眼 一份弱弱的国防报告书 然后王沪宁统一方案 这么坚决的谈话 再到海面上各式各样空中海上的压制 实际大使怎么看 就是两岸现在越来越紧张 对 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赖清德其实过去 想要洗白 也就是说他不是台独分子 他发觉这使他的这个基本盘 有一点点跑掉 他现在又回过头来 讲一些很毒的言论 他不要说台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国互不隶属 他讲的更毒的 他今天讲说 我们不要为了短暂的和平 就怎么样 就牺牲主权 他现在工人鼓吹战争来 对 越讲越离谱 他为了这个选举 他基本上 我觉得会把两岸关系搞得更紧张 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反台独 并不是反台湾 基本上是反台独 台独如果争着 像赖清德如果当选 台湾不要说八年 八个八天 八个礼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对 从大陆我们看到 习近平到王沪宁等等 都是把台独跟台湾人民等等切开 但当然他们也要做好准备 所以各式各样的演示 我们看到越中线 现在已经都不是新闻了 对不对 那22架子你也觉得还好吗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你怎么看 第一个 山东澳航母离台湾这么近 然后海上又来了 20艘共舰 这是史上最多 不断的创造新的记录 对 其实我觉得我的预判 就是山东舰最后它的演训目的地 不在台湾沿附近的水域 它会继续往这个关岛水域去进 上一次差不多隔了差不多四百公里而已 四百多海里 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接近这个关岛了 那这一次这一次的这个舰数更多 它这个八艘的舰艇基本上走这个北方下来的 那这个辽宁号它事实上它是走南方下来 所以它形成台湾一个包围之势 那这个都是将来进军这个水域的一种 一种一种演练的方式 那我的研判就是说这一次这么大的舰队 有史以来最大一次舰队会集结在 很靠近关岛的水域 然后进行各种的演练 兵舰指哪里 舰指美国 直接直接指美国 因为台湾现在有一些呼声说 这个是美国在挑战中国大陆 为什么老是把这个箭头都指向台湾 美国人今天就是说 叫台湾吃这个东西 我们台湾人不想吃 只有少部分像蔡英文这些人会吃 美国的这些菜 那为什么最后都施压 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慢慢的战略 就变成直接对美国施压 那直接施压的话 那关岛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所以我的研判 这些舰队最后会比较集中在 这个关岛水域 那不过他经过的时候 当然这一次的经过 基本上离我们这个俄兰比 是以三东舰移的最近 六十海里过去已经大陆很多军舰 都已经接近了台湾的 不管是东部水域 或者说南部水域 老早都已经突破了 那这整个的意涵是什么呢 事实上已经用军事行动 宣示对台湾的主权 也就是大陆已经用军事行动 宣布对台湾主权了 所以大陆上一次在进行军援 就已经讲说 我们不需要对外界公告 这是我在自己的 在境内进行军事 军事的调度 对台独还需要预告吗 不需要预告啊 而且也不必告诉我什么 我要什么什么演习区 没有演习区 这都是我的水域 这都是我的领土领海范围了 现在就是不断的 以这种所谓的实践 来怎么样 来把这个主权的主张 把它夯实 然后让国际社会也习惯 让台湾也没有感觉 那不过这个我们昨天 前两天还在讲 中国大陆这个军机 这连续两天 大规模的这些 对台的绕台的这些巡演 常态性的战备演练 现在已经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宣告了 也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感觉 叫你去习惯这些 那也没有很尖刻的言辞了 今天这个王沪宁讲这个话 其实他不是突然讲 因为他是在这个 中国大陆的所谓的 中国和平处境 和平统一促进会 统促会的一个 第十届第一次理事会里面 他发表一个主持演讲 而这次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选他成为会长 因为他正好过去都是 比如说是汪洋做会长 因为汪洋现在已经下来 所以就王沪宁接这位 所以他人事改组 所以王沪宁在这边讲 这些事情 当然了他中国大陆 永远对台的政策都是怎么样 是和平统一是主轴 那么军事 这种非和平手段统一 军事的准备 这是准备做最坏的打算 那现在可见中国对台海的最坏的打算 越来越有迫切感 那所以他这个整个的 这个布局都很清楚 那我看国防部这个报告书 我跟你讲 国军 我是相信他们保家为国的决心 黄埔我们都是广义的黄埔子弟 我们当年这个在扶兵役的时候 我们都是唱黄埔军歌 我们唱的军歌跟黄埔都一样 我知道尤其这些 比如说像邱国正这一辈的 这个黄埔的 他们是保家为国 这是他们天命 他们脑袋就这事 可是他们也必须要怎么样 要了解现在两岸军力的悬殊 然后呢也很清楚 民进党就把他们当炮灰 就是这样 你今天说实话 战斗机 你只是要买F-16 你知道我们的座舱比有多少吗 你的空军飞行员搞好了没有 对不对 准备好了没有 那你给 你花了几千亿 让这个 让这个美国的军火商大赚齐钱 我们一个职业的士官长 一个月拿五万块钱 你这个他是用生命来换取 他要准备牺牲他的生命 所以民进党事实上这个政权 怎么对我们的 怎么对我们这个军人 我想只有军人本身最清楚 对但当然了 这个军人不会不懂 说实话 这个军人都很内行 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看到这份国防报告书 你只能够说他尽力了 大概也就这样 怎么办 因为这个我们面对中国大陆 完全这个实力 完全不对等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